來我們來做一個簡單小練習 請問你 這樣子 圖示 請問你誰有感應電流 在考什麼 考要有磁場變化 那我們講過如何讓他磁場有變化 我們教過一個說最喜歡考的叫做什麼 有相對運動的嗎 彼此靠近或遠離 靠近也可以遠離也可以 所以這圖上面顯示的誰會是有感應電流的 丁只有一個丁嗎 丙跟丁 因為丙跟丁才有相對運動 要有磁場變化才有感應電流 那麼我們講過如何磁場有變化 最愛考的叫做有相對運動 那麼基本上 假是兩個都是V向右 所以有沒有相對運動有沒有靠近遠離 沒有 所以假沒有 椅子都不動嘛 那所以當然也是沒有 那麼丙呢就是有人遠離了嘛 丁也是兩個都遠離嘛 所以他就會有磁場變化就會有感應電流 所以答案就是丙跟丁 第二個問題是誰的感應電流最大 因為回到我剛剛講過的 三個因素影響感應電流大小 所以考的叫做磁場變化率有沒有 磁場變化率 那麼這裡誰的感應電流最大 誰的感應電流最大 丁 丁 為什麼是丁 因為 他會跟磁場變化率有關 跟線圈命度有關 跟磁場強度有關 這題是跟磁場變化率有關 我們的丁呢是 兩個一個左一個右 所以等於是2V 等於是2V的遠離 那丙只有V的遠離 所以丁的變化率比較 大 所以呢 他的感應電流會比較大 OK嗎 所以這個考試考什麼 考 怎樣會有感應電流 剛剛講過了 講就講過了要什麼 要有磁場 變化 要有磁場變化 然後我們前面講過如何讓磁場有變化 問過這題有沒有 我問過這件事情 如何讓磁場有變化 然後呢 這在問你說影響感應電流大小有什麼因素 剛才已經在文字中提示過了 我們講了三個因素 我們講哪三個因素 磁場變化率 磁場強度 對不對 還有線圈密度 還有線圈密度 所以我考試可以畫不同的線圈密度 或是文字敘述 說這個呢 10公分到10圈 這個10公分到20圈 請問你誰的 感應電流大 10公分到 20圈的大 這樣子 所以 我可以畫 我可以文字 去考慮三個因素 考慮三個因素 OK 好 就讓我們能夠理解一下 我們希望各位知道事情 就簡單的 磁場變化 會升感應電流 請你要記得 怎麼樣子磁場會有變化 然後要記得 哪些因素會影響我們感應電流大小 OK OK